107. 置業家居,第三季賣地建5,100伙供應集中新界區 2015年7月4日置業家居012樓市熱話六位號第三季本港將有5,100伙住宅供應 雖然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以達供應目標一半 港鐵更於賣地計劃公布後即就西鐵元朗站項目招收二項書 不過有夜內人士認為政府在密地上舉報違奸,對能否達標傳有疑問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於週一6月29日公布今年第三季的賣地計劃 若計及一鐵一局即港鐵及市建局項目的話 內季住宅供應將有5,100個單位,交上季增加13%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今季來自賣地計劃的緊得三幅住宅用地 總數約1650個單位,交上季供應大幅下錯近一半 除了上述三幅住宅用地供應外,陳詩指,兩幅年初改劃的 屯門青山公路數管忽斷用地將納入今年賣地計劃表 新增至下半年賣地表,陳詩解釋,不少土地已完成改劃程序 隨時可推出市場,為當局維持彈性 故案情況推出市場,並不排除會今季度中途加入用地進行招標 在土地改劃過程中,不少地區人士進行司法覆核以阻止政府改劃相關土地作住宅用途 陳詩表示其做法等同拉布,對房屋發展造成不必要的阻撓 不過強調不會因此而停止發展用地 陳詩總結,上半年的住宅供應已達9,600個,至每年目標1.9萬火已完成一半 青山公路地皮具潛力估值汗高一天盡測量司行執行董事將採然認為 發展局今季僅得三幅住宅用地供應 要港鐵項目踏單才能在單位數目上達標 並預言政府在日後供應上指會越來越難 將事指出,面對司法覆核等反對意見 落成每年1.9萬住宅難度頗高 亦明言,如果今年達到目標的四分之三已經算不錯了 港鐵元朗站用地徵進行上訴 陳茂波坦然並未掌握最新情況 將事指如果控方有全新反對理由將會拖持項目出場 連這些不明確項目都拿出來 可想而知政府在密地上遭遇到多大的困難 今季三幅用地中,將事認為以青衣細山路價為吸引 原因是當區供應較斷門、白石各為小 而且佔地面積大,有一定發展規模 相信可吸引到不少發展商前來入標 令將事有稱,增加住宅供應已縮政治任務 故港府或要求港鐵在項目上盡量減少制定過內條款 以避免項目最終流標 中原測量司行執行董事張敬達表示 綜合三幅住宅用地資料 以青山公路住宅地皮較為貴重 地皮佔地約88157平方呎,指定作低密度發展 由於享有海景而且有潛力可興建洋房 故估值上提高一戶 每呎樓面價值高達1.2萬美元 地價總值約5.1億美元 至於另外兩幅為儲白石各及青衣地皮 將事則估值23.2億美元及25.5億美元 每呎樓面呎價為3500美元及6000美元 及15.0億美元 25.5億美元 一直不同 TOM構圖 以此回應這期為 … 正娘